台湾是今天的咳嗽 你敢吃鹹豆漿嗎? 真的很難吃嗎? 不會啊 你吃看看 我為什麼不會不敢吃 我想念我的咳嗽 大家好 我是Sharan 大家好 我是Jerry 我們今天又是Sharan 我們帶華國女生來吃 最正常的台式早餐 是第一次我要吃很傳送的早餐 我不知道她敢不敢吃鹹豆漿 Let's go Sha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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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間我的咳嗽 你們看 為什麼台灣人都在排隊 應該很好吃 但是其實我們有看看 台灣有沒有真的熱情 因為Jerry是我第一次來 Jerry我都不知道要見什麼 因為其實在台灣 我只有見一個早餐 如果你在IG 追蹤我 你一定是在Sharan 其實我愛著台灣的蛋餅 因為我覺得很像法國的可哩餅 那我們有試試看 有什麼新的早餐 你好 我不知道已經吃了 我幫你點一點 他沒有吃過 我幫他點 兩碗嗎 還是一天一鹹 給他們都吃吃嘗嘗看 一天一鹹 一天一鹹 甜的比較特別 比較甜 OK Which one 白國人不是全的 好不好 一天一鹹 好 一天一鹹 因為這個可以沾油條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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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別的嗎 175 好 謝謝 來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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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今天來台北吃護航早餐 然後這個是甜豆漿 一般的話 全台灣都有在賣豆漿 豆漿的話 我覺得最好會在台南 因為台南有一家 豆漿叫做豆奶中 前豆漿在台灣很難吃得到 尤其是在台南 所以每次到台北來 我一定會吃它的鹹豆漿 然後它這邊的那個 厚餅夾蛋 它的厚餅有這麼厚 然後呢它的蛋呢 裡面還加蔥 然後那個餅裡面 還有加一點點的那種 鹽巴還有芝麻 所以吃下去的時候 味道非常多層次 超好吃的 然後如果是外國人 或是沒有吃過的話呢 我會建議他們加油條 大薯條 對 法國沒有 那法國吃什麼 法國是吃鮮的 可燒 巧克力麵包 好好吃 吃麵包 吃麵包 對 台灣吃燒餅油條 你敢吃甜豆漿嗎 我敢吃 真的 很難吃嗎 不會啊 你吃看看 我為什麼不會不開始 你肥 你肥 還不錯 啊我是朋友 我想念我的骨子 很難吃 那我明天要吃吃看嗎 很辣 好吃嗎 超好吃 你喝的甜豆漿比較好吃 鹹豆漿更好吃 很難吃 你們可以問問 嘗嘗 嘗嘗 好啦 所以我吃 如果他晚上吃早餐店 我們就會一點吃 嗯 為什麼你們不會見當地 為什麼不會見當地 會啊 因為 這邊算是 每一家 每一家店 都它是 最好吃的東西 外國人來每個早餐店 我們怎麼吃他 哪個是最好的 你也不會知道 如果你不會就問怎麼辦 我看你的節目都吃啊 難怪外國人來台灣別胖 那謝謝大家看到我的影片 那你要下面的我說 如果那個鮮豆漿真的好喝 還是只有外國人覺得吃飯 那下次見 拜拜